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樂 要八卦內幕 要社會新聞 要解決問題 劉軍耀下午2點 非要不可 好 完了9月8日新聞談天 所以不是非要不可 是非要不可 劉軍耀受邀要禮拜三 新聞三條線 雷倩時間 終於等到了雷倩到我們現場 雷倩你好 謝謝社會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是那個 這個雷委員呢 忙於國際事務 那所以呢 這個能夠 只有有時間 我們就把他給抓來這樣 用抓這個字眼不太禮貌 那因為最近呢 事實上國際 大家都看到虛利亞的事情 非常的 越來越嚴重 到底打還是不打呢 然後呢 現在又被批爆說 原來他們製作化武 殺了那麼多小孩的 那個殺靈毒氣 是你英國跟美國 賣給他們的 哎呀 你這個是 很多事情啊 始作俑者 然後你現在回過頭來說 我們要打你 那這個事情呢 我們待會呢 要好好的去 來分析一下 當然最近國內也動盪不安 動盪不安 這個馬王打成一堆啊 馬王堆 有一個古蹟叫馬王堆 馬王打成一堆 那這個事情呢 當然 對於我們民眾啊 當然 國家的政治在動亂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 世子過得很不舒服 每天 你看媒體都是這些東西 嗯 你的看法 而且我覺得這一次的打法呢 就是 行政 立法 司法 三權都介入在其中 對對對 所以他是一個 很大的政治體制的震盪 同時他像是 他有點像個921 就是說他一開頭的戰已經是排山倒海 譬如說曾永福已經立即下台 他還有很多很多後續的事情 那麼馬上要處理的 像王金平啊 或是其他的人 他本身的震盪就很大以外 對 整個921 大家如果去923 你就知道 他把整個中台灣的地質 全部改變 一個山頭 飛到另外一個山頭去的 對 除了他那種大塊的土塊的移動以外 他整個底下的地層的結構 他的岩層的結構 都在改變 都改變 所以這一次我認為是 台灣這些年來最大的一個政治震撼 所以他會有很長的時間去發酵 就餘震會不斷 因為大地震之後 921大地震之後 那個餘震幾乎每一天都在震 對 不光是餘震 他現在有很多在結構跟體質上面 已經發生的影響 要慢慢的才會出現 我們要很久以後才會看得到 OK 那這個呢 其實不是我們今天要談的重點 大家都要談這個 我們就談別的 而且呢 這個敘利亞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一直覺得 美國跟英國 美國感覺上都在扮演國際警察 的那種角色 這個好像很正直 然後呢很強大 可是 那個 敘利亞 沙靈毒氣怎麼來的 怎麼做的 欸 人家呢 踢爆了 他們的這些原料 竟然都是你英國跟美國 賣給他們的佛化鈉 那當然 怎麼製作的 那個今天不是我們講的重點 而且我們也沒有要教大家 怎麼製作沙靈毒氣 我太怕說 講了之後 你去買了佛化鈉 去做沙靈毒氣 我說你如果我倒你就做你 我沒辦法 那個 但是呢 他們是用這種呢 化妝品的名義呢 進口過去的 那表示說 你一開始要出口這個東西 你也知道說 這東西可能可以 做成 可怕的毒氣 沙靈毒氣 就像國際之間的進出口 你今天可以做成安非他命的 類似的什麼 類麻煌 還什麼東西 他們也是 也絕對管制進口 所以你也不可能 你不可能說 除非你就用化妝品的形式 然後呢 去混沖進去 所以表示在進出口 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已經覺得 他的管制呢 其實他要 魚目混珠之外 他要透過 可能有一些類神通外鬼 然後才會管制 才會衝散 才能進得去嘛 那這個事情呢 我想先從 劉委員我們從這邊開始潛入 英國 美國 尤其是美國 你當國際警察 但是呢 你卻又私底下 右手在 拿槍 制止大家 不可以 不可以妄動 不可以做犯罪的事情 而且 左手你要在台面下面 來賣一些東西 這不是很奇怪嗎 我覺得 這是美國的兩個面 但是正也是 因為美國有這麼多的面 所以美國的內部呢 時常有非常強烈的道德力量 去遏制或者是平衡 政治人物想要做的操作 大家記得歐巴馬在上台的時候 然後是何等的形象清新 道德正義 對 那麼他對於美國在中東的所有的軍事的參與呢 他是採取不贊成的態度 上一次我記得我們第一次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連美國的媒體都說三天之內要打 那時候你就問我說會不會打 我說絕對不會 我說三天之內不會打 而且我TACO直段告訴你說三個月之內都不會打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當時的問題到今天還沒有解決 那麼會有一而在賽爾三的包括說他的化學的武器 還有他的原料呢是來自英美 就是因為美國的內部有一個非常大的civil society 有個公民社會的力量 才對他反制 所以你會看到不斷的會有新的媒體的報導出現 在第一時間的時候呢 大家多半看到的都是官方說法 在任何一個危機差不多都是這樣 所以你可能記得第一時間你看到的是那個呼天搶地的父親 大家記得嗎 那個呼天搶地的父親 然後一排一排如天使一般的孩童的臉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人的側隱之心跟人的正義感很容易就被激發說 這怎麼可以我們一定要去 我們一定要反制 我們一定要阻止這麼不人道的 這麼殘忍的這種行為 那第一時間的這個人的側隱之心跟正義感是非常可貴的 但是你馬上就必須要面對的問題是 第一我們確定8月21號的有大規模核武器 殺傷人 可是到底誰做的 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 確切的證據 如果沒有的話 我今天看到路上死了一個人 我說是隔壁那個阿伯殺的 我去殺那個阿伯 台灣沒有看過這事情嗎 江國慶案就是這樣子啊 你造成了一個更大的圓區 更何況呢 這次如果要去執法 就是公正公平公義這種執法的話 你所帶來的 是對敘利亞那個國家幾乎全面的毀滅 對 從來大家說喔 我們是就是派幾架飛機去 把政府軍的那個 適用化學武器的能力摧毀就好 可是只要你是任何一個軍隊 或者是有一點軍事訓練 你就知道 第一一個軍事行動呢 90%是後面的補給 跟他的戰術戰略 只管通勤後勤 只有10%是你前面大家覺得 哇這邊殺了人 我的飛機去就打了 前面最多只有10% 對 所以後面有很長的準備以外 你總是要有一個策略說 我到底去要幹什麼 嗯 你去做了以後別人不會反擊嗎 嗯 別人的反擊 中東本來就是火藥庫 旁邊無論是以色列 或者是約旦 或者是旁邊最近發生恐怖攻擊 而且政權極為不穩定的埃及 嗯 是不是都是一桶一桶的火藥 對 一灑下去那個地方會產生什麼樣的巨變 沒有人可以計算 沒錯 但是所有的要去做軍事行動的人 一定要先計算他的所有可能性 你才能去做軍事行動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我覺得歐巴馬這次在G20呢 真的完全的碰到了 Hard reality 就是以前我們通通相信你美國 上次你說有大規模毀滅的武器 對 即便是別的國家都還不同意的時候 英國說好我先跟你去出兵 所以其他的國家曾經用一種非常絕對的信任 去相信美國說就是誰 對 可是大規模毀滅武器從來不發生以外 沒有找到 不是 那件事情本身就是他們所謂的證據 本身就是英國的一個幻想故事裡面的情節 從來就不存在 對 連英國人都知道說你們拿的證據是這一個的話 這個證據是我們的一個幻想故事情節 根本 從來就沒有存在過 是 所以不是沒有找到問題 是沒有過 而且沒有這回事 是 好所以這一次你會發現呢 奧巴馬在G20的時候 本來G20的領袖第一天是不會講這個事的 你看那些二十國的領袖多聰明 他們就用第一天晚上的晚夜 每個人有十分鐘 通常以前都在講我們國家G20是經濟發展 全球緊急復蘇 然後金融秩序怎麼重建的一個場域 所以那個十分鐘應該是各個講各個國家要怎麼做 對 全部都來講西利亞 所以整個的陣營就明確的就放開 雖然美國的媒體都一直爆說 那個普丁很寂寞的在旁邊 然後奧巴馬好像長袖善舞的 在他的歐盟的盟國中間走來走去 那個畫面就是歐巴馬跟四五個人 然後普丁一個人在那邊拿著 坐在一個可憐的講台上 拿著他的翻譯耳機 事實上是什麼 事實上是俄國 連教皇沒有去集團體的 也在這個時候 還有中國大陸 聯合國 德國 英國國會 都說這件事情現在不能跟著美國走 所以這麼明確的 這麼大的板塊 全部都是站在奧巴馬的另外一邊 所以奧巴馬做一個政治領袖 他也很聰明 我們今天看到台灣就是行政立法司法 三個權力都繳禍成一鍋舟對不對 可是原來他的設計是行政立法司法 是要三權互相制衡的 總統代表的是行政權 所以他也明白這個事情 他就回到美國去的時候 我這幾天看到台灣的電視翻譯好像有點翻得不太正確 他特別跟大家說的是說 我們必須把我們的情感 從一開頭看到的這些人道的殘酷呢 抽離才能做出最理性的判斷 那台灣有一家媒體呢 剛好就翻反了 就是我們必須要用人道的方式去做最理性的決策 他講的是我們要抽離 因為你應該去很憤怒 覺得這些小孩很可憐 為什麼一個孩子會碰到這樣的死亡 你應該憤怒的 可是你後面的那個理性的決策 不能因為你的憤怒 你就說我們現在趕快去殺人 憤怒在那個當時一定是衝動的 對我們去報復 那而且這次在G20還有一點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各國對他講的話很清楚是說 這件事情要用一個military solution 要用一個軍事行動來解決 這件事情大家都反對 所以不是說大家不 不是說大家反對你去對這件事情做什麼 而是連你要做的那件事情 是不是還應該要經過一個聯合國的場域 或者是各國共同商議的方式呢 去處理 因為對不起南非有種族隔離 你沒有去轟炸南非 你用的是經濟制裁 古巴對你曾經是軍事威脅 你也沒有去轟炸古巴 你用的是經濟制裁 所以顯然的如果大家反對的是三點 第一如果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美國所極力倡導的國際多邊主義 聯合國和包括聯合國的安理會 在這個過程中連調查 調查報告最終責任的釐清都還沒有做之前 你就已經要出兵了 那聯合國玩假的嗎 大家每天行李如一在內開會開什麼呢 那難道不是就是為了處理這麼大的事情 所以如果美國一力倡導的國際多邊主義 在這件事情上面他的行為呢 卻恰恰是相反的 所以必須要去檢討 去討論 第二就算這個國際多邊主義的場域 很快的決定要去做行動 那這個行動的形式也不一定是軍事行動 Military solution 教皇也說了 其他的國家也說 就是Military solution呢 他們認為對這個事情的解決是與世無補的 是Futile 這是教皇說的 那第三個就是美國在這個過程中間呢 你的戰略必須要非常明確 因為美國現在的國會 包括那個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 所同意的呢 是一個非常有限的介入 60天加30天就最多90天啊 所以說你非常有限的戰爭和介入呢 你一定要有非常明確的戰略是怎麼進怎麼出 否則的越南是前驅之劍吧 海灣戰爭是前驅之劍吧 最近才從阿富汗撤兵完也是前驅之劍 你如果沒有一個明確的策略 你進去了以後 你把原來你認為的問題打散了 打散了以後 他就在各個地方擴散 好像一個癌細胞對不對 你本來要去開刀把他割掉 結果他實際上讓他擴散 所以你進更出 你最後是要去代替這個國家 去立一個憲法 像日本一樣 給他一個憲法 然後成為民主立憲國家嗎 還是你要怎麼樣 讓他能夠過渡到新的政權 因為事實上 大家沒有講的 在這一二三點之後 最後的一個 算是最後的這個舞台的背景 是 就是 也許你今天看阿薩德 覺得他是你的敵人 可事實上 話五的原來也是 你賣給他了 對啊 那以前美國去攻打他很多中東的所謂的對手 當初都是他扶植起來的 所以美國在中東的參與其實是非常的劣跡斑斑 好那所以大家要沒有講的是說 一邊是阿薩德的政府軍 一邊是所謂的溫和的反抗軍 可是這中間還參與了基地組織恐怖組織在這裡 所以你這三塊裡頭 如果你說政府軍不好你把他打了 那剩下的就是溫和的反抗軍或者是基地組織 要來取得政權嗎 如果說你在打的過程中間 政府軍跟基地組織跟這個溫和的反抗軍 你又改變主義了呢 忽然之間你覺得溫和的反抗軍變成一個激進的反抗軍 或者是基地組織變成一個更大的新惡魔 那大家要怎麼辦呢 是要去摧毀敘利亞這個國家嗎 所以這些都是沒有講的在背後的這個背景 這背景就是為什麼大家一直說 軍事的行動 軍事的解決在這些事上是無效的 美國到底你進去要做什麼 你要做些什麼 你而且你在做的時候 你拿幾架 今天我今天聽西元講說 B52跟B2要去以情況去轟炸 你轟炸容易人家不反抗嗎 是 那如果說你轟炸造成的結果 是比你轟炸之前更悲慘的敘利亞 誰來負這個責任呢 所以這些國家在沒有講的 剛剛講那個複雜的背景之下呢 甚至他們很明確的就是提醒了美國 如果沒有國際多邊主義非常明確的介入化 這種行為不叫國際警察 叫侵略 那所以說難怪 所以說你看你上次你這樣一講的時候呢 那個非常判斷非常的準確 預判也非常的精確 那我們大家就說 大家就 因為媒體都說馬上就要打 我說絕對不會 我記得那個禮拜 他說那個禮拜六就要打了 最快那禮拜六就要打了 你說不會 可能三個月都不會 不會也不能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目前為止你看他還是不能夠動 也不應該動 而且他動變成他沒有一個正當性 師出無名啊 是誰給你受這個權 你可以去打 如果不是經過大家討論你就去打 你叫侵略 侵略 對不對 但是如果大家 但是大家討論的時候呢 大家都已經講了 那就是國際法 國際多邊主義 要上到一個平台上面去 大家經過 已經很公開 非常透徹的討論 跟理解 你才能夠去這樣做嘛 可是呢 所以說美國現在 能不能做 完全不能動 但是 這個裡面 後續呢 如果說他們真的要行動 那行動的形式 剛剛 劉委員已經有提到一點點 有限 對 我們進廣告 廣告之後呢 我們回來呢 繼續聽劉委員來分析 好 那九八新聞台 我是劉俊耀 收藥要新聞三條線 雷欽時間 在我們現場談的是雷欽 雷欽委員 雷欽你好 謝謝收藥要聽眾朋友大家好 是今天呢 我們談的是敘利亞 那敘利亞這個事情呢 因為雷委員呢 非常精準的預判了 美國不可能 這麼快能行動 三個月 我想最少 結果果不其然呢 到現在為止呢 包括在G20裡面 人家 對於美國 你如果單獨要去行動 那就要侵略 這個無疑就是一個警告 你不要妄動 不要輕舉妄動 因為什麼 現在查出來說 那個化五的原料 製造沙靈毒氣的佛化鈉 是你美國也有賣一咖 英國跟美國 你們兩個國家賣給他們的 那要不要負責啊 對不對 但是呢 剛剛我們談就是說 在這個行動的那個形式上面 有軍事行動 有經濟制裁 有可能還有什麼其他的 那這個部分呢 我要先請教列委員 後續 你認為這些集團體這些國家 這個多邊主義國家 他們所討論的結論 大概會有哪幾個可能性 也就是說 他是真的會去轟炸他們 會打起來嗎 還是說 會用你剛剛所講的 對於南非 然後對古巴 所採取的那樣經濟制裁行動 經濟制裁行動 會有效果嗎 人家會不會不痛不癢呢 這個你的判斷 對我先講集團體這件事 集團體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個非常吊詭的事 因為這不是集團體該管的 他原來應該是聯合國 聯合國安理會要管 可是世界 包括先進國家 跟新興市場的領袖 都立刻在第一時間中間 用集團體之 開幕之前的晚宴的方式呢 立刻就很明確的表態啊 就讓美國知道說 你如果去單一的去行動 沒有經過國際多邊主義的這個過程 那麼大家並不是那麼贊成 所以很明確很明確 因此我們回頭來講 剛才講的無論是南非啦 古巴啦 在某一段時間呢 北韓也是如此 過去在國際多邊主義的場域中間 大家認為一件事情 一個國家有問題的時候 聯合國就會通過一個決議為例 聯合國通過的決議文以後 後面有的時候是有限的出兵 有的時候呢 就是直接用經濟制裁 或者是不同的方式來制裁啊 那經濟制裁有包括了絕對的現運 或者是部分 絕對的禁運跟部分的現運 也就是說 你有的時候是完全是不能夠 有任何東西進出那個國家 有的時候呢是人道相關的 包括糧食啊之類的 還是可以進出那個國家 所以現運跟禁運 是兩個不同的層次 那是跟它包圍起來嗎 還是說 就是大家都同意 不去跟那個國家發生貿易 那在南非的種族隔離非常嚴重的時候呢 譬如說如果你是一個美國的公司 你就是不可以跟南非貿易 所以它就會造成那個經濟體 或是那個國家的孤立 孤立像大的南非呢 它就造成了內部的貧窮 所以其實南非在被現運的那段時間呢 它內部的發展是非常悲慘的 很貧窮 但是很長期的壓力 任何一個公司如果跟它打交道 就被視為一個不道德的公司 這種長期的國際壓力呢 最後造成了孟德拉被釋放 然後孟德拉被選為總統 但是他選為總統以後 他個人雖然一直講的是要和平和解 但是整個國家呢 產生了一種非常大的動盪混亂 如果你今天去南非 南非其實比原來的 以荷蘭裔為主的白人 在管理的時候落後非常的多 他的政治治安也非常的差 路上時常那個餐廳啊 門口都是鐵柵欄 就是時常有人搶劫 因此我們就拿到這個比較大的題目 當一件事情發生 就是敘利亞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你去介入 介入是要有一個很長的安排跟設計 所以我們原來說 30天都不可能 你要去做個軍事介入 沒有打30天的預備戰的 不可能 那麼介入之後呢 你一定要有一個最終的目標 就是你最後離開的時候 你要留下一個什麼來 所以如果這個最終的目標不清楚的話 你整個的介入就會向美國的越戰 進去的時候也是因為 可能中南半導發生問題 美國說我們趕快的短進短出 一拉就拉在那裡 而且被稱為是一個不道德的戰爭 在美國國內造成了非常多的社會傷害 那些打越戰人回來覺得他在一個不容易的戰爭中 他的人生 包括他在那裡的殺 在戰場上你是可以殺人的 但是你不是戰爭的時候就叫做謀殺 所以叫做殺戮 叫做Killing Field 叫做他有殺戮戰場 有現代歧視路 都是那種美國很深刻的反省 後來到現在美國的政府跟人民中間 還是有一個對於戰爭中間很大的一個分野 所以現在要進去敘利亞 你到底是要支持誰不支持誰 如果你去支持誰 是不是就設立了一個 如果是單一的 美國單方進去的話 就建立了一個可以去干涉他國內政的潛力 對 那我們上次在這裡講過 干涉他國內政 中華民國太有經驗了 當年我們被美國大力干涉的結果 不要說現在 因為什麼台海隔絕啊 有金門馬祖的協防啊 所以讓我們有穩定和平 最後造成了一個自由民主的台灣 這些話都不用講 但是你至少知道有四代到五代的人 生活在戰爭的骨肉乖離之中 而且四代到五代的人 他們都受到這件事情的影響 無論是正面或負面 所以敘利亞只要去介入了 他就不是一個一天 三十天 三百天的事 他就是好幾代人會受到這件事情的影響 所以你怎麼樣去進入 進入是到底最後 你希望留下來的敘利亞 是怎麼樣的一個敘利亞 這件事情沒想清楚 怎麼可能用國際多邊主義的方式 去集體的去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 是 去推翻那個國家的政府軍 然後去推翻那個國家的政府 去摧毀他的政府軍 是 這整個事情 你仔細想起來的話 真的是姿勢提大 那我有一個 我在進步請教你喔 因為像這個事情 以美國那麼厲害的科技 不管是監聽 不管是那個 他都能夠 賓拉登你躲在哪裡呢 他都能夠把他找出來 那這一次呢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久 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呢 去找說 你敘利亞到底是誰 到底是誰下的毒手 誰是兇手 到現在呢 因為什麼 官方的說法都說 這跟我們沒有關係嘛 對不對 那這種事情 到底是 美國會完全不知道嗎 完全狀況外嗎 他還 現在提不出一個說 兇手是誰 我來告訴你 美國在這事情上面 我覺得這正是歐巴馬的困境 也是他會踢回國會的原因 在第一時間 軍方包括國務卿 都在記者會上 相信對總統也是這樣報告說 我們有確切的證據 就是阿塞德政府軍幹的 可是 你如果聽這幾天歐巴馬的記者會 他自己出來講話的 他說我們其實 在證據上面 並不是那麼確定 對 就是你真的不能確定 是不是政府軍幹的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很聰明的 剛剛我們講到台灣的那個行政立法司法 對 他很聰明的把他的行政權 就是總統的宣戰權 放下 把他送回了國會 第一階段是在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 所以外交委員會的通過的是 十比七比一 所以並不是 十七比一喔 也不是十八比零喔 十比七比一 是十比七比一 十贊成美國出兵 七不贊成 一棄權 所以你會知道說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 雖然通過了 但是這個通過 並不是一個絕對的 絕對的 一面倒的通過 它是一個非常thin的margin 就是幾個人 那參議院這外交委員會完了 就要送到 就要送到參議院嘛 然後再來是眾議院 所以在參眾兩院的時候 越到眾議院 因為眾議院的選區 是非常的地方的 所以你越到眾議院的時候 你越會聽到各個地方人民的聲音 因此美國現在 你就會發現 好像是兩個媒體機器在對抗 我覺得我們用美國來想 台灣有的地方也很接近 是嗎 國家的這個媒體機器呢 就是總統 國務卿 這些大人物 然後他們利用了大媒體 包括CNN所製造的那些 非常悲慘的孩子的照片 讓你知道說 對方是一些可怕的惡魔 對他把整個屠殺的實況都播出來 非要被打狂 那事實上這跟美國的媒體的 長期的內部道德規範也是相反的 通常我們不報詳細的犯罪現場 絕不報詳細的犯罪現場 第一個是他太殘忍 而且我們也要怕的是模仿 所以大家記得嗎 波士頓馬拉松的時候 你沒有看到斷臂殘肢 你沒有看到很多血肉模糊的 他的鏡頭馬上就拉走了 你也沒有看到真正的炸彈長什麼樣子 雖然有人後來弄了很多圖啊那些 但是你事實上沒有看到那個現場原型啊 那個就是避免模仿 這是美國媒體長期的慣例 所以這一次呢 國家媒體 就是做這些事情 告訴你說對方是殘忍的惡魔 他是要說服對不對 說服美國人民眾 然後這個政府呢 是應該要用非常大的力量去制裁他 一定要把他打垮 可是民間發生什麼事 你去看那些眾議員 他們回到選區開 非常非常多的公聽會的時候 很多人就問說 為什麼我們美國要自詩自己是世界警察 在有政府軍反抗軍跟基地組織的一個地方 我們怎麼知道到底是誰做的 那也有人說 我們還有什麼樣的道德正當性要去轟炸敘利亞 讓敘利亞的人民承受更多的流血 就是你會發現人民中間聲音就非常的多 而且越基層的聲音越多 因為美國每一次進入一個他國的戰爭 都沒有在十年中離開的 你一進入了就是會長期的陷在那個地方 所以另外有一些人就講說 那他是不是剛好再找個機會重回中東 找個機會重回中東呢 他甚至就順便建立一個橋頭堡 控制了所有油原的輸出入 那美國又重新回到了亞太 然後重回了中東 他又重新成為全世界的唯一霸主 可是我現在還有一個很大的問號是 如果很多的基層的美國的民眾 他是反戰的 他是對於越戰後續的這些後遺症 他們都感到非常對於戰爭這件事情 是一個問號 包括兩次的海灣戰爭 對是反感的 歐巴馬這些官員也是美國人啊 他如果沒有當總統 他也是美國的人民啊 難道他不會反戰嗎 還是說他們坐在那個位置 他們是可以獲取什麼利益的 我先進廣告 廣告之後呢 繼續聽雷委員來分析 好,今天晚上的新聞台會 今天就要收入了 雷倩雷委員在我們現場 雷委員,你好 來,繼續我就追問了 那美國人民的聲音 難道歐巴馬他們聽不見嗎? 還是他 他不想聽見? 還是說他放在天平上面 這個反對的聲音呢 跟他一直想要去做這個事情 他會去全能說 哎呀,去做多好 去做我們會有什麼利益? 這個利益到底是什麼? 這件事情在美國來講 就是一個全球大戰略的利益 他不像安倍晉三在東亞跟 在這個東海跟南海的軍事擴張 對於他的利益那麼明顯 對於歐巴馬來講 他在歷史上會留下來 是一個對中東出兵的國家 這件事情不見得是 他自己最喜歡的歷史定位 可是他或許認為 碰到了這麼大的人道 以及話五的可能擴散他的責任 因為歐巴馬他過去的政治立場 其實是反對美國去出兵 干預其他國家的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 歐巴馬做了一件非常聰明的事情 他把這個權力交給國會 由國會來決定 他們要不要去出兵 也就是說他把行政立法司法的 這個行政權可以去決定的 丟回了給國會 對 國會就需要去反映民意 所以最後無論國會的決定 是出兵或者是不出兵 他就代表了美國人民在當時 給予他們所選出來的總統的 一個直接的命令 所以就算是他很不甘願的去出兵 他仍舊是在完成他作為美國總統 人民賦予他的任務 所以這是歐巴馬做的聰明事 那麼但是對於美國來講 當然還是有很大的利益 整個中東的石油資源 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資源 中東的戰略資源 也是全世界幾個大板塊 對抗中間很重要的 所以無論是經濟或者是戰略地位來講 中東都是非常重要 而過去美國一直在中東最重要的盟友 主要是以色列為核心 那麼這個以色列核心 使得他跟其他的阿拉伯國家 就是跟其他的回教國家呢 有一定的衝突 所以這次如果能夠有效的進入 而且回復到了敘利亞一個完好的 非常進步的一個未來面貌的話呢 他可以去處理他們跟其他的種族 宗教文化中間的衝突問題 那麼美國就可以是一個 更為人所相信的國際強權 所以並不是完全沒有好處 但是這事情中間到處都是火藥庫 每一步都是地雷 而且你剛剛講完好 怎麼可能完好呢 就是說那個應該只是一個想像 這個是一個最好的狀況才叫完好 被大量轟炸以後 怎麼可能完好呢 裡面的政府軍反抗軍跟基地組織 全部死光 他們不會一下死嗎 他們都會彼此互相大打一場 就好像現在的台灣的立法院 就是你對於某些人開始去開刀了以後 它裡面也會是大打一場的大混戰 藍綠的陣營大打之外呢 藍的裡面的小陣營 綠的裡面的小陣營 小派系 因為大家都看見機會嘛 大家都想去搶那個位置 然後大家也都看到危險 知道自己會被殲滅 然後把危險推給對方 因為你很可能被殲滅的時候 你會全心全意的去對抗 所以只要美國一旦介入 這個整個敘利亞 就會是一鍋非常沸騰的州 OK 那這樣的話 這個說出在 美國人民未必樂見這樣的一個情況 對不對 但是聰明的歐巴馬 把這燙手山魚丟給國會 那咱們呢 後續呢 就看看 騎驴看唱本 咱們走著瞧 今天大家感謝 謝謝 謝謝 大家的金融朋友謝謝